水母说电影 偏偏迷恋水哥无法自拔 现在的女生啊还真是早熟 小丽借着给水哥洗车的幌子 来了一个尸身诱惑 此时的水哥也已经看呆了 接下来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吗 能不能成熟点 我们这是一个震惊的电影 回到家的小丽就对母亲严肃姐哭诉 告诉严肃姐水哥果然不是什么号鸟 她把我给绊了 这可把严肃姐气得直接报了警 并直接把她告上了法庭 于是水哥成了臭名远洋的坏叔叔 不仅工作没了女朋友也抛弃了她 更倒霉的是大眼妹也唱和一脚 也要告水哥强奸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有气 无奈只要请律师帮她打官司 机智的律师当众出传了他们的谎言 原来大眼妹和水哥曾经是好朋友 但是因为大眼妹吸毒被抓 水哥没有帮她 所以怀恨在心 小丽之所以诬陷水哥 是因为严肃姐曾经和水哥上过床 而自己却被嫌弃 水哥最终无罪释放 严肃姐无奈 只能拿出一笔赔偿金饲料 就在一切尘埃落定时 突然来了一个大反转 回到家的水哥和小丽立马开起了车 接着大眼妹也出现了 原来一切都是一个阴谋 他们就是为了骗严肃姐的钱 随后三人就上演了一出重口味的戏码 不说话大家自己看 画面一转淡定哥就觉得不对劲了 于是悄悄调查 结果就发现了他们三人的真实意图 但是没有证据 于是开始挑拨小丽跟大眼妹的关系 这样还是老的辣 两人很快就中了招 见了面就互相打了起来 本以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结果打了几下 两人居然吻了起来 小编的脑回路已经不够用了 到了晚上 小丽带着大眼妹来到了海边 一转眼就和水哥合伙上了大眼妹 并且找了个地方处理掉了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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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淡定哥和黑姐 开始调查起了大眼妹的失踪案 两人很快就在沙滩上 发现了一颗牙齿 并且确认了大眼妹的身份 为了找到线索 黑姐开始跟踪水哥 结果水哥使出了一招美男计 成功俘虏的黑姐 黑姐这边算是没戏了 于是淡定哥只好找到了小丽 希望从他这里找到线索 但是在争吵中 不小心枪走了火 打死了小丽 淡定哥因此被警局给开了 同时整个案件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小丽是凶手 所以小丽变成了替罪羊 然而剧情此时又来了一个反转 淡定哥和水哥原来也有一腿 他们俩和谋杀了小丽和大眼妹 准备平分巨款 两人坐船准备各种嗨 水哥为了独吞这笔钱 想趁机把他甩到海里 淡定哥毕竟也是练夹子 一番挣扎后又回到了船上 就在淡定哥要把水哥干掉时 大眼妹直接让淡定哥领了盒饭 原来大眼妹是假死 她才是背后真正的策划者 随后又堵死了水哥 独吞了这笔巨款 影响也到此结束 整部影片的反转让人应接不暇 没电脑容量可真看不完 总体就是反转的让你怀疑人生 好了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玩尽杀绝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